为什么我会来参加选举 实际上我从小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 我会参加选举 只是从小总有一个心愿 希望能够多为自己苦难的国家 多做一点事情 各位朋友 今天为您介绍一位先生 他是毕业自台大工程系 在美国也是攻读工程学的硕士 可是他自己说 他笔竟然带有感情 对这个写作也是非常有兴趣 可是现在却是家喻户晓的一位政治人物 说到他这个政治的生涯 他的作为提到这个敢做敢当 绝不拖泥带水 相信你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对 那就是赵少康 我原来是一个工程师 那么大家也许会很诧异 为什么我后来参加选举 那么实际上我从小 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 我会参加选举 只是从小总有一个心愿 希望能够多为自己苦难的国家 多做一点事情 那么后来在国内国外 很顺利的获得学位之后 也除了在台大这个监课以外 那么也担任美国一个相当大公司的 一个亚洲区的经理 可是在国外跑久了 中有一个感觉 每天在外面帮助别的国家 好像对自己的国家的贡献 没有那么直接 所以有一天呢 我从这个马尼拉到菲律宾的碧瑶 在路上这个车子里面晃晃晃晃晃 我突然想 那时候突然有一个冲动 有一个感动 觉得我应该回到自己的国家 为我们自己的社会多做一点事情 那么也刚好呢 那年台北市是举办市议员的竞选 那么我就去参加了 那么参加以后 我想台北市的这个选民呢 那么我要非常从心里面 向他们表示感谢的意思 第一次选举根本没有什么经验 而且当时很多人都说 我一定会落选 但是我说我一定要用 不是传统的方式 也就是说不请客 不送礼 不买票 那么纯粹以我的这个主张跟证件 那么来诉求 结果呢 也居然呢 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呢 高票当选 那么也替以后呢 很多年轻人 那么他们有志要从政 那么也等于说开创了一条路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个人是觉得说 就是说 我的一个问证的目标 就是追求民主 我觉得今天特别像东欧啊 苏联这些国家呢 都已经大幅地改革了 那么我们今天 想要跟对岸的这个中共来竞争 最重要的就是要加速民主化 一方面由于我自己的兴趣比较广泛 那么对于有挑战性的这个事情呢 就愿意来尝试 那么一方面我也觉得 这个社会要进步 需要许多关键的突破 那么关键的突破呢 除了在立法院呢 问证之外呢 还可以借由许多的社会运动 以及许多的方式 比如说 我自己主持过电视节目 我自己这个曾经啊 出过书 那么出过录影带 发行过录音带 也这个在报刊杂志上呢 写一些文章等等 总是希望有各种角度 各种管道 能够把自己的看法呢 让大家知道 让大家接受 看是不是能够 在观念上做一些突破 然后带动一些社会的进步 当然在这个紧张的 问证生涯当中 那么能够写写文章啊 能够在经由别的方式 来这个跟大家沟通啊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也不失为一种 这个放松自己的一个方式 赵少康先生 一直有普派立委的这个别号 他有一天的路上就顿悟 认为要替自己的国家做点事 他从政以后呢 到底有替我们国家人民 做点事呢 相信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的确 而且他是在一个 非常偶然的机会呢 踏入这个政治 从事他这个政治的生涯 可是我可以看到 他为我们人民做很多事情 不仅是在立法院问证的时候 他从事各方面 可以各方面 像出录影带啦 出书啦 组织电视节目啦 反正他说一个重点 就是说他从政的目的呢 是一直希望我们国家 往民主方面去发展 我也希望所有从政的朋友呢 都能够有同样的信念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同胞 都能够全心全意的 来爱我们这个地方 爱我们这个国家 全得愿我 感谢观看